欧灵光智慧 是宇宙中最具智慧的能量 为你开启吸引爱和一切的好事 欢迎收听阿灵光智慧 欢迎大家收听灵性成长第三章 第三部 第三部对向外扩展 然后第十五章成为光源 今天是来到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是灵性成长三部曲的第三部 叫向外扩展 前面我们经过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向上伸展 一个是向内开启 到了目前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部是向外扩展 向外扩展其实在讲的就是 当我们前面的部分都准备好了 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连结向上连结够了 就是能够跟大王能够有很好的沟通 很好的连结之后 然后向内开启 从我们的内在去创造出我们的实相 当这些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外扩展 就是去服务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透过我们自己的成长来协助到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动物王国啊 植物王国 矿物王国 就是让所有的物种都可以一起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地方 所以第三部分我们今天要来讲就是成为光源 对啊就是你要成为人家的光源的时候 就是你好像就是一张 就是我们讲就是你在 就是那个什么 奔爬 对然后就有一个支印回家的路这样子 很多时候就是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成为光源 现在的我 我这个样子可以成为光源吗 对啊 大家都没有信心 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你会一直觉得说 怎么我好像还是很容易有很多的情绪啊 还是很容易被很多的事情影响啊 事实上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身体的时候 进入到这个次元的时候 事实上这是一个过程 是 那在这个肉体里面 其实就就是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常常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要常常混乱啊 为什么要常常这个有很多的情绪啊 但是事实上这些其实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身体之后就是在这个身体上面发生的一些现象而已 有时候其实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定义你自己 或者是批判你自己 对啊 那只是那个就只是感觉而已 所以为什么说前面要一直跟大家说要连接你的大我啊 然后向内探索啊 事实上我们都在试着回复我们之前 在还没有进入到身体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记忆 所以欧宁其实今天在这个书在这一章的内容里面他也讲过 他就说怎么好像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这个 你会比较喜欢活在你的心智的世界而非是实体的世界 然后你会觉得说怎么好像在我的心智的世界里面好像我创造一个东西好像比较快啊 为什么在那个现实生活中这么慢这样子 是 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你对于这个更高的次元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在 所以就是你其实就是本来就有过这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身体的时候你带进来的时候 你就是还会依稀的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存在 所以会对于这个身体有很多的不满 是 那因为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事实上就是 现在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能量在碰撞 所以事实上你来到这个地球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也在学习很多的东西 你也在体验很多的东西 对 那有些时候就是你需要就是你想要能够经验一些新的体验 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小时候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就是生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经历一些苦痛啊 经历过一些创伤啊 或者是悲伤恐惧这些 就是欧宁在这边就说的是就是请你不要去责怪你的这些东西 对 他说你要来明白就是因为你进入了人类这个进化阶段的肉体才会产生这些感觉 所以他就是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可能要去体验某一些就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这个集体意识里面尚未完成进化的这些地方 然后重点其实是在我们内在的转化我们经厌过这样 比如说这些恐惧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悲伤 当你在内在里面经验过这些东西 然后你在你的内在转化了这些情绪 你往前跨过了这个部分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你可以贡献给别人的工具 用白话的方式讲就是 简单的讲就是当你跨过了你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的伤口 你就能够协助别人也跨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伤口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过这些可能看似很不公平 看似很痛苦很困顿的这些过程 它事实上都是一个算是工具 让你机会能够经历它然后穿越它 那每当每一次当你穿越过这些经验 这些感觉这些情绪的时候 事实上你都在为了全人类的这个更高震动来做出一些贡献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我说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就觉得 就好像贡献很大这样子 对所以事实上那些有越多苦痛的人 他们事实上的确就是也在为着这个全人类在做 承受更多的这个过程 的确是蛮伟大的 我可以讲自己的一个朋友 事实上我们已经是大概20多年的朋友了 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着两个小孩 然后几年前就是他其实还在一个蛮困沌的一个状态 就那时候那时候其实就是面临了家庭的一些变故 就是老公就这个躁愈症发作之类的 然后然后就动手打人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他就只能带着两个小孩 就是他本来要带就是要带走小孩 结果他的婆家是把小孩就直接锁在房子里面 他们见面就那一段时间就是他就是我其实就是从一些旁边的资讯 就是知道说他就真的过得很辛苦 然后他就只能打零工 就是那时候就被赶出家门 然后没有地方住 然后也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能够让自己可以活下来 那最后好像是有遇到一些好的人 就这个世界上真的好心的人真的蛮多的 就反正遇到了一个老板娘是做早餐店的 然后就逢求他 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做手工造的 然后就就这样辗转 他现在在一间一间网路的一些公 做一些网路活动的公司吧 他现在在做活动企划 然后自己也有车了 然后两个小孩现在跟着他 然后当然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状况 但是他现在变得很积极很乐观 然后当然有时候还是会哀哀叫啦 但是我就觉得从他身上就是看到了很多 就是真的就是经历这些苦痛的时候 他就这样穿越过去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 所以这个是想要让听众有一个激励鼓舞说 其实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干嘛想那么多干什么 对不对 你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创造你的未来或是创造你想要走的路吗 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痛苦 经历一些磨难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看自己就是也许你现在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那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就是要让你有机会去学习 就是去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说去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比这些痛苦都来得大 是 你现在是正在推动人类眼镜进化的一个关键过程 所以你比你现在正在经历痛苦的这些状况的这个你要来的大 现在遇到的这些都是过程而已 那我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才会知道原来我是这么的强大的 原来我是这么的有贡献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 那欧林也有讲到说就是事实上可能你在小时候你就曾经有想过 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些特殊的目的跟使命的 那可是很有趣就是我们常一直在讲就是教育 对 在这个现在的教育事实上现在的教育其实是工业时代 那时候工业革命正要开始起步要发展的时候 他们想要有更多人有更多的知识可以去完成这些工作 所以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内容 所以现在整个教育制度事实上在教的都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员工 然后他就是现在的教育其实他设计的就是他要把每一个人都交成一个六十分的人 就是什么东西你都要到那个六十分以上 可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知识灌输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就被压抑被封闭被打压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不记得到底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到底有些什么这个优点有些什么天赋 有些什么我觉得小时候就知道说我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目的 你知道小时候常常就是父母都会说就是你知道在小一点之后 你如果说什么我以后要当总统 然后那个爸妈一命爸妈阿公阿嬷就会说好帮好帮好帮 你以后一定可以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你的父母可能就跟你说好了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现在把书读好最重要 是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对 对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人就很容易会迷失 对 那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其实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人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自我批判里面 然后可能会怀疑自己啊 或者是没有办法很有自信的展现自己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再静下心来 真的再去看你的更高目的是什么 那么就很容易迷失在我们讲的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账单 跟追逐金钱里面 所以事实上 我是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有时候会觉得 啊你真就是身在江湖啊 身不由己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在想说大家可能对灵性成长是想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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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想想想想就是想进展想学习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眼前的一些事情啊 或是一些状况你不得不把把把把 比如说把那个人卡在那里这样子 啊有时候就躺在那边动弹不得这样子 嗯对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我刚讲的就是你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知 你要去看的是像欧林在讲的就是现在人类其实正处于一个要快速进化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那这个新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当每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这个二元对立这种困苦的意识里面 是去去去提升起来去看到更多的心灵力量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才会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当有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这些困苦这些痛苦这些 这些这些柴米油盐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sign一个征兆 就是提醒你要开始留意 开始去注意除了这些物质生活里面的东西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世界 你要去发掘 所以这些痛苦这些挣扎 事实上他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提醒着我们 是 那这个时代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资讯真的算很发达了 特别网络开始有了之后 我们是事实上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得到 那很多的知识不管是不是各式各样的知识 甚至就是像我们这个灵性的知识 如果你有兴趣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网络上Google里面搜寻一件关键字 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东西 那欧林在说明前他就讲了一个比喻 他就说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很高的山 然后有很多人走在你的前面 然后也有很多人走在你后面 然后你就好像仿佛看到前面 走在前面的人转过身来 然后跟你说加油 然后送出光跟爱给你这样子 然后好像就是当他跟你说 你可以怎么爬这个山 怎么走 怎么呼吸 你会更容易一点 然后你就突然就觉得说 好像爬这一座山变得更加轻松了 然后你也会转身 然后跟后面的人就是一样传达更多的光跟爱 还有能量 对 他说其实就是很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今天这一章第十五章在讲成为光源 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象 就是当你开始踏上这个灵性成整的道徒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前面有很多人已经走在这条路上 然后他们把他们领悟到的东西 把他们学习到的东西分享给你 然后当你收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咀嚼它 那么你会得到更多的一些提悟 那么就会包含把之前收到的这些东西 加上你自己的东西 你又转身朝着后面踏上这个灵性道徒的人 分享给他们 所以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在灵性这条道路上面 有一些新的体悟跟醒悟 所以就是要成为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 好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咯 拜拜 OK拜拜